這是一隻突變種的田螺 他的殼長成有點像是 彈簧的螺旋狀 而不是一般的冰淇淋的螺旋狀 他的層跟層之間是分開成管狀的 所以就是他的個體大小變得很小非常小 跟一般像種類型大小的田螺來講 他的肉是比較他的身體是比較小的 他的負擔比較重他背很大的殼 一個空殼在那邊 這是一隻變形的田螺 然後呢 我要想把